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你平时生活的圈子内,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殊的朋友? 比如残障人士 接着到2022年末,我国残疾人总数超过了8500万 大约占全国人口比重的6.34% 其中盲人朋友达到了1700万以上 那么杨哥作为一名普通的程序员,我有一个想法 本期内容,我将尝试为我们的盲人朋友小马哥做一款3D版设低来游戏 首先我们很明确的一点是 作为盲人群体,他们对游戏这个东西真的没有需求吗? 很显然,当然不是 现在我们将目光移到国外 一位叫做Sales Combat的一级盲马儿玩家 成功通关了战神诸神黄昏,以及最后的生还者2 相当令人震惊 但更夸张的是一位叫做李明硕的韩国马儿玩家 在2004年的爆雪邀请赛上 他和星际知名职业玩家林耀焕 Boxer打了一场猛眼赛 前期李明硕竟然完全压制Boxer 最后Boxer不得不摘下眼罩才勉强赢下比赛 现在市面上的游戏大多数对盲人玩家并不算友好 使得他们玩起来难度过大,不得不放弃 当然在很多主流游戏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游戏厂家所做出的努力 比如通过振动反馈的方式加强游戏体验 这些方案对于低势力玩家来说是比较好的辅助手段 但是对于一二级盲的玩家来说基本算是没有辅助 因为他们是完全看不到游戏画面的 所以目前来说大多数游戏中的辅助功能 并不能完全让盲人朋友完整的无障碍的体验全部的游戏内容 这就是我想做这件事的初衷 那么本期视频无论收益多少都属于小马哥 大家可以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有大家的鼓励 杨哥才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游戏下载连接我会放到评论区或简介里面 欢迎大家下载体验 从小就是天生的吗 对 从小就看不见 从小就是这样 对 平时经常出去旅游啊 有的 经常出去玩 是自己出去吗 基本上就是喊朋友 你欣赏的世界或者你欣赏的东西那种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你那个看电视的话 你去看一些画质 但是那我就可以去听一些声音啊 每个人的说话的语调啊 还有他周围的环境啊 作为我的话 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去玩游戏的话 这件事非常难 就基本上就没有太多适合自己的一些游戏类型 就是这样 那你之前有对这方面有了解 然后 了解过 但是能玩的很少 也就基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游戏 比如说战骑类啊 对 比如说 斗地主 卡牌 对 像骑麻将一类 经过和小马哥的交流 我发现目前来说 盲人朋友可以玩的游戏类型真的是少之又少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做一款射击类游戏 比如FPS TPS那类游戏 既然需要射击就必须要瞄准 要瞄准就会涉及到视觉 因为要做成3D游戏嘛 所以需要玩家在XYZ三个轴向 进行走位转向 精确预判等高难度动作 这些对于盲人玩家来说 似乎不只是难这么简单啊 这个难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感觉这事情还没有做就已经结束了 在我一筹莫展之时 我突然想到了大概15年前 我在邻居家看小哥哥玩过一款游戏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经典童年回忆孤胆枪手 相信这款游戏大家绝不陌生 游戏整体是以倾斜式固定视角为基础来制作的 这里大家就会发现 当游戏视角被固定之后 游戏整体就相当于被限制了一个轴向 就相当于是上帝视角 玩家并不能向上射击 怪物也不会从上方掉下来 我们通常称这种为2.5D游戏 这些特性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只是另一种游戏形式而已 但对于盲人玩家来说 游戏难度会大大降低 这一点似乎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孤胆枪手本身是一款经典的ACT类型游戏 Action Game也就是动作类游戏 咱们肯定做不了那么好 但也无妨 因为本期我们要探索的并不是从1到2 而是从0到1的过程 这点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 任何事都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 OK开始吧 我们先来做一个主角模型 虽然我们的盲人玩家 看不到咱们精心设计的模型 但也不能做的太敷衍 毕竟还要照顾一下我们普通玩家嘛 听我狡辩 就因为还要打包手机段嘛 所以考虑到性能问题 咱们模型就极致优化好吧 而且你们看都差不多嘛 只是比我精细了一点点 好我们再给主角加上奔跑开枪的动画 看起来还可以啊 加上动画机再写几行极其简单的代码 让摄像机跟着主角移动 OK稍微布置一下游戏场景 看似一个小游戏 初见初行 那么实际上真的这么简单吗 其实困难才刚刚开始 如果看不到敌人 玩家怎么知道敌人的具体位置 并进行射击呢 给大家两秒时间思考一下 我大致想出了三种解决方案 大家可以帮我决定一下应该怎么做 第一种设置提示区 也就是说在玩家的周围设置很多的提示区域 如果有敌人进入区域 就会语音播报敌人的大致位置 像这样 第二种方案是听声变位 众所周知 大多数盲人朋友的听力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将敌人加上了脚步声作为辅助 敌人距离越近声音越大 第三种方案叫做自动锁敌 当敌人距离玩家10米内时 自动朝向敌人并射击 好的 这三种方案大家觉得哪种最好呢 自动锁敌的方式可以做到直接不掉血 非常的离谱 但这种方案不就相当于是游戏自己玩自己吗 玩家的游戏乐趣力减百分之百 这哪还是辅助我 这不就是挂吗 最终我决定使用既有语音提示 也有脚步声的方案 至此一个最简单的无障碍小游戏就这样做完了吗 当然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场景中有很多的建筑物 当盲人玩家撞到墙之后 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啊 咱们这个游戏倒还好 如果是RPG游戏的话 那剧情就无法推进了 这就有些尴尬 其实这个问题在老任的早期作品中 就有非常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 早在宝贺梦初期作品中 老任就给游戏增加了碰撞系统并沿用至今 游戏碰到固定物体后会有声音反馈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功能 但对我们的盲人玩家来说至关重要 所以我给所有的建筑物 包括小的消防栓啊路灯啊 都加入了碰撞音效 接下来是菜单界面 普通玩家可以点击按钮进入或退出游戏 盲人玩家可以上滑进入游戏 下滑退出游戏 左滑式游戏说明 并且配有语音提示 这种简单的设计虽然看起来很low 但确实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同样在游戏结束后也是 游戏结束 上滑重新开始 下滑退出游戏 好的 那么这个简单的无障碍游戏 就这样做完了吗 当然没有 接下来是游戏的平衡性调节 其中包括敌人的声声频率 声声数量 敌人的移动速度 玩家的运动速度等等 都需要经过非常细致的调节 除此之外 我还做了四种buff 功能如下 经过一系列参数调整之后 它这才勉强算是一款 可以玩的无障碍小游戏 为了照顾普通玩家的游戏体验 我还特意做了一个黑屏模式 只要点击到文字 就会隐藏画面 只显示分数 试想一下 当你在危机四伏的丛林中 闭上眼睛的感觉 此时黑暗才是你最惧怕的东西 那么在完全黑暗的状态下 你又能得几分呢 大家可以来下载试一试 也许盲人玩家在庞大的玩家群体中占比很小 但他们同样是无法被忽视的一部分 游戏这种娱乐方式从来都不属于某个特定人群 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 虽然盲人朋友可能很难看到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但是我相信 我们相信 通过大家的努力 社会的努力 同样会使他们的内心世界像真实世界一样 绚丽多彩 今天我也再次呼吁各位小伙伴 关注关心关怀自己身边需要帮助的群体 你的每一个善举都可以点燃他们心中一颗耀眼夺目的星 我们都希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也有一片群星璀璨的夜空 最后感谢大家的三连支持 我是小杨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